赚钱了,能不赔钱,我已经偷笑了。 啊,这是怎么回事呢?难道这些鲜鱼没有销路吗?不应该啊,它的味道这么鲜美,在大城市的高级餐厅里一定会很受欢迎的。 是啊,阿俊,我们都是好朋友了,没必要藏着不说的。难道你最近没和大城市的水产老板签订契约了吗? 鲜鱼的销路是有的,契约我最近也签了不少,但是钱却没有赚到,真的是让我担心死了。 又有销路,又有订单,怎么会赚不到钱呢? 是啊,这怎么可能啊?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 要知道,按照契约要求,我必须提供活鱼,也只有活鲜鱼吃起来,口感、味道才鲜美。 可是几百公里的运输过程会让车里的鱼死掉的。 死鱼可就不值钱了,没有办法,我只能选择空运,可是空运的时候又必须得带水。 一斤鱼要两斤水,因此空运的成本太高了。 有些时候,不但赚不到钱,还得赔钱进去呢。 唉,是啊,你这么一说,还真是个问题哦。 当初只考虑市场,却没考虑到运输的问题,这真是让人头痛的。 的确如此,水产运输的问题如果能解决了,那一切都就迎刃而解。 阿军到那时候,你就可以大发力士了。 唉,先别想赚大钱的美梦了,我想请你们两位帮忙想想办法。 你们也都从事过水产运输,应该会有什么好办法的。 好方法,我一时半刻想不出来,不过既然鱼鱼在国外比较流行,那国外鱼鱼运输的问题应该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法了。 不如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方法。 唉,对啊,这真是个好方向,可是我们从哪里获取国外鱼鱼运输的方法呢? 前一阵子,我听居住在国外的朋友说过关于鱼鱼运输的方法。 听说是让鱼鱼迅速降温,让其休克。 鱼鱼休克后还能存活很长的时间,这个方式你可以回去尝试看看是否成功的。 是吗?那太好了,一会儿我就回去拿几条鱼鱼做个试验,看看是否可以成功的。 为了掌握让鱼鱼休克的最佳温度,阿军开始反复试验。 每一次失败都会有些鱼鱼因此而丢掉性命。 唉,又失败了,究竟要将温度控制到多少才合适呢? 阿军,为了做实验,你已经冻死了几十条鱼了,这些鱼可值不少钱呢。 死几十条鱼算什么呢? 只要我掌握了冰冻活巡鱼的最佳温度,那以后的收益可是会好几倍的增长。 快过来,帮我再捞几条鱼,我还要继续进行实验。 妻子无奈,只好又捞出来几条鱼鱼。 阿军将这些鱼鱼放进了一个冷柜里,然后将冷柜的温度调节到零上三度。 冷柜里,那几条鱼受冷后挣扎了一会儿,便慢慢地一动不动。 经过一次次的失败,阿军终于掌握了冰冻活巡鱼的最佳温度。 他让巡鱼处在半休克状态,然后再运输到几百公里外的城市里。 哎呀,阿军老板,你怎么亲自来了? 这些运输的工作就交给员工做就好了,怎么自己还亲自来一趟呢? 这样,我会不好意思的。 嘿嘿,程老板,你订了那么多巡鱼,我当然要亲自给你送过来啊。 哎,好久也没有跟你见面了,顺带来看看你这位老朋友的。 这辆车里不会运的是巡鱼吧? 没错,这车里运的就是巡鱼。 啊,你怎么敢用这种车来运送巡鱼啊? 要知道,我需要的必须是活鱼,要是死了我可不要的。 嘿嘿嘿,你就放心好了,程老板,鱼绝对是活的。 嘿嘿,这是怎么回事啊? 我要的是活鱼,你怎么给我运了一车冰冻的鱼啊? 哎,程老板,你不要着急嘛。 麻烦你拿一桶水来。 啊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,这鱼竟然又活过来了,真是太神奇了。 怎么样,按照约定,我给你提供的是活鱼吧。 赞,你可真是了不起啊,竟然想到了这种方法。 这样一来,你运费又节省了不少钱啊。 嘿嘿嘿,如果每次都空运来的话,那我可要赔得倾家荡产啊。 随着运输问题的解决,阿军饲养的鱼与销路越来越广。 可就在他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,阿军突然染上了一种怪病。 阿军,你还感到冷吗? 是啊,我这究竟,怎么回事啊? 身体非常不舒服的,总是感觉浑身发冷。 阿军,我们应该再去医院检查一下。 你总这样莫名其妙的发冷,可太不正常啊。 现在的季节,你看看哪有人穿厚外套的。 可是你就算穿着厚外套,也还感觉冷,这肯定有问题。 医院,我们也去了不少,钱也花了非常多了,可是却一直诊断不出病因。 老板,我明天不打算在这里工作了,我想要离职了。 啊?小松,你在我这里工作那么多年了,为什么突然要走啊? 难道是嫌薪水低吗? 小松,我们平日里对你不错啊,你怎么说走就走啊? 老板,老板娘,我知道你们对我很好,而且老板给我的薪水也很高,但是我不能再在这里做下去了。 既然你感觉我们对你很好,薪水又不差,为什么你要离职呢? 难道你家里出什么事情了? 如果是那样的话,你可以先回去处理家里的事情。 忙完后再回来也是可以的,不要离职的。 我家里没什么事的。 老板,这是杀生造业的工作,再做下去,我怕会遭报应的。 啊?遭报应? 是的,我认识了一位学佛的师兄,他和我说了很多关于因果报应的事情。 老板,我每天将这些鱼进行冷冻,那就是在造业。 时间久了,一定会遭到果报的。 哎,既然你学佛了,那就不能做这种行业了。 好吧,虽然我舍不得,但是既然你要离开,我也不挽留你了。 希望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。 老板,谢谢你啊,希望你也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,否则会很危险的,以后也会遭到因果报应的。 哦,老婆,你说我怕冷的病,会不会就是因果病呢? 你怎么也相信这些啊?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,不要胡思乱想的。 其实,我也不太相信什么因果报应,不过我这病也有些太奇怪了,一直都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啊。 过几天,我们去医院,做一次更深入的检查吧。 只要找到了病因,那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。 嗯。 然而,医院依旧检查不出,阿军究竟得了什么病。 而阿军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,即便是六月天,也要穿上棉袄,而且脸色苍白,浑身软软的,一点力气都没有。 哎,怎么会这样?我的身体,怎么会变成这样?而且,全身健康检查都做了,还是都查不出病因来。 老公,你别气馁,明天我们再去别的医院检查一下吧。 哎,检查又有什么用,结果还不是一样。 哎呀,老板,老板娘,你们俩怎么在这里啊? 哎,别提了,我这些日子,病情越来越严重了,所以来医院做一下检查。 老板,你的气色的确不怎么好啊,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呀? 别提了,我不知道做了多少检查,可就是查不出病因来。 老板,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你这是得到因果病,不如跟我一起去我师兄那里,让他给你看看原因吧。 哦? 嗯,我们就去试试看吧。 嗯。 你身上背负的鱼鳞实在太多了,而且这些阴灵含气十足,这就是你的病因啊。 啊,这是真的吗? 我老公虽然养鱼,可他并没有杀那些鱼啊。 阿俊老板,你每次运输寻鱼的时候,总会将它们冰冻至休克。 虽然没有让它们丧命,可是你带给它们的痛苦却是极大的,所以它们的阴灵才会找到你的。 啊,原来是这样啊。 师兄,那我老公这个病,能抑治好吗? 这个病要想治好,其实并不难,但就要看你们的态度了。 这么说,我的身体可以痊愈。 师兄,我们该怎么做呢? 不再杀生,害生,坚持吃素,放生,护生。 怎么样,你们能做到吗? 啊,师兄,你的意思是, 让我不再养鱼。 嗯。 老板,你冷藏寻鱼的方法也不要告诉别人。 否则,更多人会用你的这种方法来运输寻鱼,那会有多少鱼因此而受到那种刺骨的痛苦。 嗯,好吧,我听师兄的。 从今天起,我再也不做水产生意了。 那就恭喜您了。 从那天起,阿军真的告别了从事多年的水产生意,并且开始吃素放生。 很多同行想要花高价买下他运输活寻鱼的技术,阿军非但没有透露这种技术,反倒劝他们尽早放弃这种作恶的行业,一起来吃素放生互生。 老板,你的气色真是越来越好了。 小搜,我已经不是什么老板了,以后也不要叫我老板了。 你说的没错,傻生作恶的事情不能做。 自从我卖掉鱼池,开始放生互生念佛之后,我的身体真的竟然慢慢好了起来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 哼,这就是因果的力量,善恶有报,谁也逃避不了的。 啊,之后我还要坚持放生互生,并且多多劝导之前同业转行,一起来吃素放弃杀生的,让他们也可以脱离恶业,转向善业,积德行善的啊。 Zither Harp 南梦 打赐大悲,万世引菩萨 南梦 救哭,救难,万世引菩萨 南無敵的真空 南無敵的真空 南無本世世加莫尼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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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無大志文書世里菩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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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無敵藏王菩薩 南無敵藏王菩薩